在所有关于沧海一生肖的演义之中 最经典的要数1990年肖尖湖的版本 江上一夜小舟 刘正峰、曲阳和令狐冲三人相对而作 把酒高歌 刘正峰和曲阳 一个是名门正派 一个是邪门歪道 却偏偏志趣相投 惺惺相惜 一曲《沧海一生叫》 唱尽万丈豪情 2014年五马病逝 一个时代也随之远去 从18岁入行开始 到71岁病逝 五马出演了100多部影视作品 被人称为钻石配角 很少人知道 五马不仅仅是一个演员 她也曾做过导演、场务、副导演 她的名字不仅仅意味着 一场场精彩的打戏 和一个个经典的角色 背后还有整个香港电影的往事 1942年 五马出生于天津 原名冯红元 10岁那年 五马跟着家人一起离开了天津 来到广州 几年之后 五马又跟着家人一起来到香港 到了香港之后 她报告了韶式电影公司 南国实验剧团 是最早的一批毕业生之一 上世纪60年代开始 韶式电影的武侠片 在张彻和胡金泉的带领下 风铃全港 也因此捧红了狄龙 江大卫 罗列 王宇 等一众英俊的武打小声 和这些人比起来 五马的长相便普通了许多 只能在配角里打转 尽管一直演配角 五马倒是极为坦然 随遇而安 配角戏份不多 往往一天拍不到几个小时 戏份就拍完了 没有拍戏的时候 她就带着剧组 看其他人怎么工作 仔细观察道具师 怎么安排和处理道具 琢磨演员的台词 表情和动作 1968年 导演张彻要去日本拍戏 结果 他的副导的护照出了问题 无法陪同张彻出国拍戏 就在这时候 张彻想起了 时常在片场打转的五马 他知道五马勤奋好学 对拍摄的一应事务 也有所了解 于是便死马当活马医 拉上五马 任命他为自己的临时副导演 带着他来到日本拍电影 有了这次经历 五马再碰上导演上的事 简直就是如鱼得水 之后 五马又得到了另外一位电影大师 胡金泉的指点 值得一提的是 当年和五马一起做过张彻的副导演的 还有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 就是日后香港英雄片导演的代表人物 吴玉森 1970年 五马便独立指导了电影 《怒剑狂刀》 并且包揽了其中的动作指导 上世纪70年代 香港功夫片可谓风起云有 英雄辈出 先有张彻 胡金泉两位 少视的开山祖师在前 后有红金宝 成龙 一众新鲜血液 上世纪70年代末 红金宝和家和公司合作 成立了宝和公司 第一部作品便是《鬼打鬼》 五马在其中亦有客串 《鬼打鬼》中 坏道是前真人 以毛山倒树 千里之外 召唤祠堂内的僵尸 之后与师弟 相对斗法的场面 叫观众贪为观止 原来武打 和毛山倒树结合 可以有这样的效果 看到《鬼打鬼》的成功 1982年 红家班推出《人下人》 由五马自导自演 在这部电影中 五马所饰演的 马林祥勾结外人 意图谋夺家产 结果假死便真死 为了报仇 只好找来好友 朱大厂帮忙 最终 在林正英饰演的 《二叔公》的帮助下 成功为马林祥报仇 成奸除恶 而五马也凭借这部电影 提名了第三届 香港电影金像奖的 最佳导演奖 之后 红家班又推出《僵尸先生》 这部电影是香港电影 僵尸大时代的开山之作 它将恐怖 喜剧 及功夫 融入一体 结合了中国民间 习俗与传说 虚虚实实 引人入胜 当年 僵尸先生供应票房 高达2000万 同类型的电影 至今没有一部 可以打破这一记录 它的成功 至今无人可复制 也再无一部僵尸片 与之媲美 僵尸先生的成功 较无数人 看中了这一市场 随后 无数僵尸片推出 出现一阵僵尸热 1988年 宝和公司再度推出 僵尸片《僵尸叔叔》 吴马饰演一个随和 而善良的和尚 一休大师 与邻居四目道长 两人是欢喜冤家 时常为了琐事 斗法斗气 1993年 林正英和吴马 主演了电影《驱魔道长》 这部电影 可说是香港僵尸电影的 最后的辉煌 这部电影继承了 一枚道长中 中国毛山道士 与西洋僵尸对阵的 基本框架 吴马饰演的神父 与林正英饰演的道长 关于中西之间 信仰文化的不同 闹出了种种笑料和摩擦 在其中 杂揉两家之长 叫人耳目一新 可惜在此之后 香港僵尸电影 也由于杂揉了过多元素 加上代表人物林正英的词事 未能再推陈出心 再上一层楼 日渐走向了没落 漆黑的夜幕下 一万无人的 蓝弱四旁 狂风大作 电闪雷鸣 一个粗放的大汉 正在喝酒舞剑 两道浓黑的眉毛 高高的扬起 似有怒意 一脸求染 洒脱粗放 地上的落叶 随着他的动作飞舞 和闪电交织出 明明灭灭的光影 狂风大作之中 他仰天大笑 高声唱出 我自求我道 1987年版的 倩女幽魂 可谓最经典的 倩女幽魂 在这一版本中 不仅有最经典的 小倩和宁采臣 还有一个 无可替代的烟赤霞 这一角色的扮演者 正是吴马 一开始 烟赤霞的妆 并不是我们看到的这样 结果拍摄之后 徐克对拍摄的效果不满意 于是又经过多次的改动 最终便是我们看到的 印象中烟赤霞的造型 两道浓黑的剑眉 一脸求染 看似落魄粗放 实则面冷心热 造型对了 吴马可苦了 每天都要在头上 沾一大堆东西 眉毛 胡子 头发 头发也被剃掉了一半 还戴上了头套 最教吴马印象深刻的是 有一场戏 他将剑插入 黑山老妖的舌头之中 随之剑出农业 将它剑了一脸 其实那些所谓恶心的 农业是炼奶 因为炼奶足够浓稠 又足够黏 展示出来的效果十分好 吴马可就愁了 那些黏黏糊糊 又甜甜腻腻的炼奶 上脸可不好受 这样的戏 拍了多少天 吴马就连着 做了多少天的炼奶面膜 以至于后来 吴马十分厌恶炼奶 连吃都不吃 戏里 吴马常饰演 道士和尚之类的角色 戏外 其貌不扬的吴马 其实生性风流 是个十足的浪子 在遇见妻子之前 王玉环是为数不多 得到吴马成人的正牌女友 王玉环是林郑英 僵尸电影中的常客 僵尸家族中的女僵尸 便是由他饰演 在吴马的僵尸叔叔中 王玉环扮演了一个 试图勾引四目道长的狐狸精 两人在拍戏的时候相识 王玉环一开始 便对吴马印象深刻 认为这个男人很特别 虽然很丑 但丑得很滑稽很可爱 当时的吴马 已经人至中年 王玉环却是一个 十几岁二十岁的年轻女孩 面对情场老手吴马的嗜好 王玉环毫无招架之力 没过多久 王玉环就爱上了 这个搭自己十几岁的男人 吴马身边的朋友 也知道这段关系 直接叫王玉环为嫂子 就这样 王玉环和吴马 谈了十几年的恋爱 最后分手收场 坊间传闻 二人之所以分手 是因为吴马太过风流多情 迟迟不肯和王玉环结婚 导致王玉环心碎 选择分手 和吴马分手之后的王玉环 见僵尸电影日渐示威 而自己又转型不重工 干脆直接转行 投身保险行业 分了手的吴马 生活依然精彩 她曾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公开表示 自己很喜欢去夜店 强调自己虽然风流 但不下流 谈恋爱多 但从不搅菜两只船 更笑称 自己对每一个女友都温柔体贴 每交一个女朋友 都会买一间新屋同居 假如分手 便直接把房子送给对方 有人调侃 吴马只是在夜店做慈善 别人送钱 她直接送房子 关于吴马为何忽然收心 甘愿不如婚姻 坊间有一个传闻 据说吴马有一次去夜店 结果被一个十几岁的年轻女孩搭讪 二人聊天之后 吴马才发现 原来这女孩竟是自己 某位好友的孙女 大受震撼 惊觉自己一个老头子 不应该在这样游戏人间 从此之后 吴马便收心 结束了自己的风流生活 不再去夜店 1993年夏天 吴马和一群朋友 结伴去深圳的世纪之窗游玩 结果却意外遇见了 小她23岁的马燕 第二年 吴马就和马燕登记结婚 结婚之时 吴马已年过半百 新婚妻子却正当妙龄 出于种种考虑 吴马并没有将婚讯公之一众 选择了低调 连婚礼都只邀请了 亲近的亲朋好友参加 她说假如香港的狗仔 知道了这件事 必定追根究底 质疑 这样一个妙龄少女 为何要嫁给一个 可以当她爸爸的老头 这样的质疑 对于圈外人士的妻子来讲 本事莫须有的关注 自己不应该叫她承受这份麻烦 结婚之后 吴马将家中财政大权 交妻子打理 两人又诞下一女 生活圆满 2014年 吴马因肺癌 逝世 中年71岁 丧礼上 成龙 洪金宝等生前好友 为其抬官 她的妻子吐露 早在逝世前十个月 吴马就已经查出 癌细胞扩散 但是吴马拒绝化疗 决意以最佳的精神状态 走完接下来的生命 当时她还在拍戏 其中不少武打场面 吴马都坚持亲力亲为 和她对戏的演员 无意人发现吴马的异样 吴马以极其潇洒的态度 正如她演过的那些侠客一般 走完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一程 传闻胡金拳曾这样点评吴马 面目悲苦 然胸襟开阔 适合扮演江湖无名义士 熬出来了就是豆尔敦 熬不出来就是三花脸 江湖无名义士 这个形容对于吴马来说 正是恰如其分 一张苦脸 与别的角色是苦情 惹人厌烦 与侠士一决却恰好 显示出一点悲悯来 正和烟斥侠的侠干一胆 面冷心热相宜 吴马曾打趣到 自己应该是因为够丑 徐克才叫自己演烟斥侠这个角色 然而这样的丑脸再也难觅 林郑英无马辞世之后 当年的江湖上 把酒高歌沧海一声笑的人 也只剩下许冠杰了 沧海一声笑 滔滔脸暗潮 浮沉随浪 只记今朝 只可惜笑傲江湖犹在尔 人间再无烟斥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aj达入